从吐蕃和唐廷的战争 很明显的能看出来吐蕃短于战略 暗死之乱后 吐蕃和唐廷打了18年的仗 进进出出出出进进无数次 打得唐廷只能被动的防御 甚至还有数次打到长安附近 但除了抢了一些人和东西外 吐蕃在东线几乎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中晚唐风云 我是杨丽辉 唐廷防修战线可谓是名将如云 除了SS级的郭子怡 就连剩下的马林 段秀石 朱池 李鲍玉 崔干 魂姐等人 单拿出来一个都是不可小觑的存在 除了趁暗死之乱 夺了拢幼族阵外 吐蕃在东部和这几个人对线 几乎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反而在西县 缩果累累 自从公元764年 梁州沦陷 河西截斗使 杨之列被杀后 河西租镇无力抵抗 甘州 树州 瓜州等地 先后落入土国之手 唐廷也失去了和北亭 安息等地的联系 唐廷在杨之列死后 并没有派新的河西截斗使 后来在郭子怡的建议下 象征性地设置了 梁 干 树 瓜 沙 等州掌死 直到公元781年 北亭结录是李元忠 市政留后 郭新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 派了无数次人 想建立和长安的联系 终于成功借道回合 抵达长安 到此时 唐廷才准确地知道 和西泉镇 加上北亭的一州 已经尽数归了吐蕃 只剩下北亭和安息两地 在李元忠和郭新的 顽强坚守下 尚未沦陷 一州赤死 袁廷光 多年来 面对吐蕃的围攻 坚持不详 甚至还拒绝 吐蕃百般的引诱 最后 粮草断绝 兵力耗尽 城市沦陷 袁光廷见大事已去 先杀了自己的老婆孩子 然后自焚而死 堂皇李阔大为感动 追授袁光廷为公布上书 同时 加封李元忠 为北亭大都府 宁塞郡王 加封郭新 为安息大都府 威武郡王 其余将士 按战功各自升迁 甚至有人连升七级 威武郡王郭新 大家听听名字 是不是和郭子怡 儿子郭西郭爱的名字很像 没错 他也是郭子怡一家的 是郭子怡的侄子 东西两线完全不同的结果 让吐蕃明白了 内地 尤其是关中地区 是唐庭的核心地医区 不可能做任何让步 与其在这里死后 不如退一步 海阔天空 大家要知道 吐蕃的对手 不仅仅只有唐庭 北边的回合 西边的大义 南边的天族诸国 和吐蕃的关系 都不怎么样 甚至 他还要防备着自己的 小老地 南兆 要不怎么说 吐蕃不擅长战略呢 此时的吐蕃 国力不断上升 如果想要突破 高原平级的 发展紧箍咒 应该集中精力 向一个方向突围 而不是选择 四处为敌 唐代宗末期 在东县 抢了18年的吐蕃 选择 和唐庭和解 对于吐蕃来说 和解就是我不打你了 你也别打我 咱们维持现状就行了 可站在唐代宗的角度 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了 长年间 唐代宗李玉 刚当上皇帝没多久 就被吐蕃兵赶出了长安 差点死在半路 吐蕃还在长安 另立了一个新皇帝 这样的侧辱 对李玉来说 不是说忘记就能忘记的 吐蕃接连派了 素博使者到长安 都被李玉扣留了 甚至还有些人 老死在了长安 在战场上 俘虏的吐蕃人 通通发挥到 岭南等偏远之地 新皇帝李阔 对吐蕃就没有那么深的仇恨 对于他来说 早年间被回合人侮辱 才是他的心病 他决定以德抱怨 同意吐蕃的求和 他刚继位近两个月 就派了太常师少卿 伟伦 出使吐蕃 并释放了俘虏五百人 还给这五百人吃了衣服 吐蕃听说唐廷放了俘虏 很不相信 这么多年 死者去唐朝 如泥牛入海一般 一去不回 不相信唐廷的态度 会有这么大的转弯 伟伦到了吐蕃 很贴心地 把俘虏一个一个地 送到他们各自的部落 并对吐蕃人说 新天子 英明圣德 天下大志 吐蕃各部 直到唐廷使者 把俘虏送回来了 对伟伦一行人 那是格外的热情 夹道迎送伟伦 吐蕃战谱 也就是吐蕃王赤松德战 不仅盛情地接到了伟伦 还立马派死者 跟随伟伦 一起去长安 拜见李阔 并给唐廷带了很多礼物 吐蕃来死 李阔也是以很高的规格接见 为了出使双方关系 进一步和好 他大手一挥 答应把全部的吐蕃呼噜 释放回去 捉住吐蕃呼噜最多的是 贱南西川 西川将领上昼 不同意全部归还 担心吐蕃领牢俘虏 翻脸不认人 李阔未表示以德赋人 还是决定全部归还 李阔升任伟伦为太长青 让他再次出使吐蕃 伟伦奏请 这次出使 是不是要和吐蕃建立盟约 李阔当然同意 吐蕃见伟伦又来了 十分的高兴 在伟伦回来时 再次派人到长安 就这样一来二去 双方的友好关系 算是确定了下来 接下来就是盟约的细节问题了 伟伦也完成了他的使命 接下来出使吐蕃的 换成了殿中间吹看横 经过一年多 双方的拉扯 总算把盟约的细节 确定了七七八八 其实主要是边境的确定 期间吐蕃也归还了 很多汤廷的俘虏 到了公元782年10月 双方终于确定了 盟约的时间和地点 来年正月 时任凤翔节度时 同兵张氏的张义 和吐蕃大将上结站 在秦州的清水正式结盟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清水汇盟 清水汇盟 虽说确定了大部分的边境 但还有不少争议地区 李阔希望能尽快的确定下来 提出了一份方案 吐蕃不同意唐廷提出的方案 迟迟不肯签订补充协议 李阔让崔汉恒再去吐蕃 经过反复的协商 最后边境终于确定了下来 李阔想在朝中 悬议员重臣前往吐蕃作为汇盟使 以表示唐廷的重视 时任者向鲁奇 不喜欢理不上书李逵 故意推荐李逵去吐蕃 李逵人望虽然很高 但年龄也很大 实在不宜去这么远的地方 而且吐蕃地处高原 李逵能不能撑到吐蕃 都是个问题 李逵知道鲁奇推荐了自己 对李阔说 李逵听后很是伤感 对鲁奇说 李逵恐怕太老了吧 小机灵鬼鲁奇说道 李逵一听也觉得有道理 就让李逵担任汇盟使 公元783年7月 李逵从长安出发 算是李逵命大 他顺利地来到吐蕃 并完成汇盟 吐蕃和唐廷正式进入明月期 不得不说 李逵的命是真好 仅仅两个月后 晶元兵面爆发 自己仓皇逃到奉天 李逵以北廷和安息为代价 紧急派崔汉恒到吐蕃求援 吐蕃大将上劫战 以文书上没有 唐军统帅李怀光千丈为由 不肯出兵 后来唐军统帅换成了魂俭 才于第二年3月 曼春阵发兵到宾州 虽然来得晚 但也算赶了个巧 驻扎在宾州的吐蕃军 先是震慎了李怀光的 宾州留后张新 后来又协助魂俭 击败诸词前锋汉民 拿下武功等地 为后续收复长安 奠定了基础 可惜好景不长 上劫战在协助魂俭 拿下武功后 本性暴露 大势抢掠 还在诸词的经营公司下 和诸词达成了同盟关系 吐蕃和唐婷 仅仅维持了9个月的明月期 就过期了 身在梁州的李阔 得知吐蕃反水 大为担忧 他原本指望吐蕃军 协助官军收复长安 现在吐蕃反水 不知道长安何时才能收复 好在李胜和魂俭很给力 没有吐蕃军 也还是在公元784年6月 收复了长安 诸词本想投奔新盟友吐蕃 可惜在路上就被不暇杀害了 吐蕃本想在唐婷内乱中 左右风源牢的好处 可机关算尽 不仅没有得到唐婷承诺的 安息和北庭 还怕好不容易建立的 同盟关系破坏了 有点不要脸的吐蕃人 见诸识败王找到李阔 要求李阔遵守承诺 把北庭和安息割当给吐蕃 李阔觉得 反正这两阵孤立千里之外 留着也没有什么大用 而且吐蕃的确帮助了唐君 就想把李元忠和郭欣召回来 把两帝让给吐蕃 他找了李弊 询问李弊的看法 李弊说道 安息北庭之人 声信骁勇彪悍 此地既能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和实性突厥 又能分散吐蕃的军事 让他不能专心东京 怎能拱手让人 两阵之人 势单力固 地处偏远 还能尽忠竭力为国坚守边疆二十年 实在令人怜悯 一旦放弃他们 那他们内心一定深恨朝廷 踏日 跟随吐蕃军一起来侵扰内地 定然像暴私仇一样的凶狠 而且之前 吐蕃并非诚意相助 暗中和贼军往来还抢掠了武功等地 何功之勇 李阔又找来其他的官员商议 众人都认为李毕说得对 李阔这才打消了 把二阵送给吐蕃的想法 吐蕃没能得到安息北庭二阵 觉得唐廷有为盟约 也不再遵守合约 准备要给唐廷一个教训 公元786年8月 就在唐廷平定怀西之乱 内部刚刚安定后的两个月 吐蕃大军在上级战的带领下 大肆侵扰内地 先后在荆州 龙州 滨州 宁州等地 强掠人口声速 甚至连庄稼都收割走了 西部边境各州县 十多年没有打仗 防备懈怠 听闻吐蕃大举来攻 都紧张得不行 李阔让魂简带兵一万 洛元光带兵八千 屯兵咸阳 防备吐蕃侵扰长岸 九月 吐蕃的游骑 一度到达咸阳附近 李阔大惊 加派兵离到咸阳 甚至有传言 李阔想再次逃离长岸 已经担任载相的齐应 面周李阔 外奸传言 陛下已经整顿行装 备好干粮 百姓惊惧 陛下若真的要外出 为何不和陈等一起商量下呢 说完 趴在地上 痛哭不已 李阔的小心事被说穿了 也不好偷偷地就跑 龙洲这边 李阔让他的部将王毕 带兵三千 没复在千元城 并告诫王毕道 吐蕃军 经过城下时 不要攻击仙头部队 因为打败了仙头部队 后面的队伍会接中而来 你还是难以抵挡 要等他们的仙头部队过去之后 看到军中竖着五方旗 将士们穿着暴衣的时候 那就是他们的中军 这时出其不意的发动攻击 一定能大获全胜 王毕按李生说的 果然大败吐蕃军 幸亏唐军军士不认识上街战 否则他可能就要命上当场 十月 李生又派王毕带兵五千 长途奔袭 要偷袭吐蕃的吹沙宝 可没想到 在路上误打误撞地 碰到了吐蕃的军队 这支军队有两万人 狭路相逢勇者胜 唐军非但没有害怕 反而冲了过去 吐蕃军不敌 向后溃逃 唐军一直追到吹沙宝 还趁势攻下了吹沙宝 在斩杀了首宝将领 骚扰囤积在堡中的粮草积蓄后 飞速地又撤了回来 上街战自从上次兵败 不敢再来龙州 转兵去截远宁州 庆州等地 宾宁节度时韩犹归 派部将带兵夜袭吐蕃大营 并在周围设宜兵 惊吓吐蕃军 上街战搞不清虚实 连抢劫的物资都不要了 连夜撤了回去 一个月后 上街战卷土重来 这一次他又换了方向 选择去攻打延州 延州物资匮乏 兵力不足 测试杜阳光带着百姓 逃往釜州 延州被吐蕃拿下 得胜后的上街战 继续向前 夏淫林三州 同样无力抵抗 官民逃战后 被吐蕃占领 宾州的韩游归 请求发兵延州 朝廷又召令河东的马隧 咸阳的魂俭 洛元光等军夹击吐蕃 上街战拿下四周后 在各州留了一些人马守城 其余人退守到灵州的明沙城 当时已经是冬天 梁道不畅 加上他听闻 马隧 韩游归 魂俭等人 已经围了上来 知道自己硬抗 肯定是打不过 要自取才行 他对身边的人说 那上街战 想了一个什么技术呢 三位名将会中计吗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 谢谢大家 我是杨立辉 咱们下来 这边的角色 是谁 就是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